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就是 当我女儿出现状况 发现到打捞起来大概七八分钟 七八分钟在我认为 你如果持续想救 搞不好还有机会 他们连这个机会 他们都不愿意给她 穿着救生衣捏着鼻子 全身躺在湍急水流中表情有些害怕 没想到冒险前的照片 竟成了15岁女高中生最后身影 家属看到心都要碎了 悲痛质疑当天根本不适合下水 海风过后又下了大雨 那水流非常湍急 也超过都两米多以上 那我每个小朋友的脸 都要污着鼻子 嘴是冲过头 这叶子根本我行程可能安排了 我就照表操客 活动号称飘飘河行程 但照片中158公分的女儿 却是在溅起浪花的超湍急水流中 只是脸能露在水外 家属认为这根本已经是泛舟等级 不仅下水就很离谱 甚至还错过最佳救援时间 他认为教练一开始就搞错搜救方向 在询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预盖弥障 很多东西他都是 我不清楚我不在现场 我不知道 你把我的小孩 实际在这么危险的环境 结果他们是这样的草率 卫医教育部办理数据活动 报本府教育局来备查 业者虽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为部分未打法令规定的最低保险金 夏令营报名费高达一万两千元 不但没替学员投保 其中一名教练还正照过期 如今出了人命 才发现漏洞百出 15岁女儿人生才刚开始 却断送在本该开心的夏令营 坚强的家属将继续为她讨回公道 记得和孟谦叶伟林菲亚乔新竹报道